三星的还有这起事件带您掌握 其实先前也带您掌握了 这四名毒虫因为缺钱花用 居然就去盗墓 盗了十七座的坟墓 我们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偷了十七座坟墓 其实这四位毒虫才获得了 十二万多元而已 可是之后厄运不断的来 这四人里头其中有人 在偷了这个盗墓之后 有亲人顽固 也有夫妻离异 而且之后还有两个人因此暴毙 现在另外的两个人 分别被判刑六年跟四年的 有期徒刑 警方看到的这样的案子也说 派楼在五堂间